欢迎来到肥力士频道 今年2023年 究竟我们的资产要怎样铺排 在今次我的千是我的系列里面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经济感的情况 究竟我还怎样信任所有金融机构 即是包括大的也好 小的也好 如果我以前那么辛辛苦苦 存回来的钱 不论你是楼宇升值 然后他卖了 套了现金也好 或者你以前真的赚回来 投资回来的钱也好 现在你放在银行 就算50万 或者是2000万 其实都是辛苦存回来的 究竟在这个moment 我们给最好的安排 究竟放在哪里呢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大概四个topic 哪四个topic 第一个就是 是一个金融市场的变化 其实我们现在当然 最热的topic 就是说瑞讯现在的问题产生 究竟会不会连锁的骨牌效应 影响其他的金融机构 导致可能你现在的现金 是会高风险 保留在市场上 第二样 究竟有没有方法 避免你的 资产增值 是需要交税 避免的意思就是说 你清楚它的 rules 其实你又知道 究竟什么时候 你是需要交 什么时候 不需要交 怎样退前退后去交 那你其实有些东西 你应该要清楚 好了 第三样就是 资产存放的分佈 其实分佈 没有人告诉你 究竟哪间 大型机构 它百分百稳 还有 究竟现在 香港又有户口 你英国又有户口 其实有很多的会员都问 究竟这些钱转来转去 会不会产生一些 资产增值 又或者等于 好像人家 给了钱 给你 然后你就 因应 而这样 调一调的钱 又要去交税 其实有很多这些问题 在这里我可以 和大家初步 去分析一下 好了 第四部分 就是case study 我收集了几个 不同的case 就是由会员 在patreon 问 亦都觉得 挺有代表性 亦都可以 和大家分享 那条片 因为比较长 所以我就 Split into 两条片 所以 头两部分 就是这条片 后半段的part 3 4 就会是另一条片 大概两天 就会 release 所以 记得 subscribe 我这个channel 如果你没看过其他片 你可以 看其他 因为有很多 关于来到英国之后 如何协助你 去达成 5加1 好了 我们来 开始 开始 其实我有了其他平台 在这些keyrcode 你用个电话搜索 你就可以去到不同的patreon Facebook 5加1平台 联网 Masterclass 每个平台都有自己的独特功能 将它们整合在一起 方便大家找到资料 和用一些工具 大家都知道 长期都会有不同的 着数 包括着数 一 来到英国 如果你是税务年度 即是你resident 之后的下一年 其实你就要报上 上一年的税 你报税的话 不要以为 好像香港 那样 不是呀 我现在没有打工 不需要交税 其实我们说 英国 我们有很多税项 是香港 以前没有的 包括其中一个 就是你的增值税 哪一部分的增值税 就是你的capital的增值 等于 如果你银行 就算有interest 也好 又或者你有一些 贵重物品 卖了也好 有很多东西 原来你要申报 好了 其实你申报 网上本身都做到 但是为什么 我们要用一些网上的系统 协助你 帮你计数 计得更加准确 例如我现在用这个 Go Simple Tax 它有什么优点 优点就是说 一年的费用 都是说 五六百元 就已经serve到 你一个币 如果你两三个币 即是你 或者你太太一起用 其实你还有multi币 那个费用 简直是 便宜得不得了 为什么我建议你 尽快去登记 原因就是说 你现在登记 你开始 拌好资料 下去 等于你不同的收入 比如银行 又或者 买卖 买卖股票 或者有其他 transaction 开始用的系统 放些资料上去 你就会发现 有些地方 你不知道怎么填 正常的 因为他在说sa的形状 都有几张 比如sa18 106 108 你其实什么情况 摆入什么形状 你是需要去问人 你问哪一个 因应你自己的情况 你问高线 因为 他们有人 专门解答你 究竟这个资料 大概放在哪个位置 当然他不会 解答你关于 5加1问题 但是你的资料 如果你说 我这里收了 海外的收入 究竟我应该 放在哪个位 在你的系统 它完全可以 帮到你 所以你要早点准备 before 下年的 1月15号 deadline 之前 你应该 any time 就开始 拌好资料 你就可以 学到 你不可能 一个月 进入你整年以前发生的事 你不懂得搞 所以尽早去搞 下面 视频里有连续 你按进去 就可以 register了 币 然后你 币 也在说那几百元一年 你越早 你就可以用 service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可以有一个 estimation 告诉你 你现在 应该要交多少钱 所以它是 跟你real time 计数 你不是有个 心理准备 原来 我交 千几二千元港币 你趴下去 就知道 早点 另外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system 为什么要帮你 政府不会告诉你 你有东西未claim 未claim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有些税务优惠 难道政府会告诉你 原来你miss了些税务优惠 你未claim 包括原来 你夫妇互相之间 可以大家赚少少钱 然后 太太 因为她可能没做事 帮你承担 你原本要交税的部分 省了大概港币 二千多元 可能按按键就搞定了 所以 有一些东西就要靠system 帮你 当你进入好之后 你按按键就寄给政府 但要等你的confirmation 所以 我用过了 我去年也是找他报税的 所以 那个 interface 不是很fancy 但我不需要fancy 最重要 我可以serve the purpose 第一 我可以预早 帮我计定 我计定 我交多少税 第二 他会告诉我 原来我有些东西可以claim 第三 因为他有人可以问 所以 我尽早 建议 你们 去用的system 你就 安枕无休 好了 part 2 就是这个是什么 你知的 在这个5加1里面 我们大家 飞来飞去 有些人辞来 正常 因为我们在香港apply完你来到 都已经是和你issue的passport B&O Passport的date 已经是有出入 我一来可能已经没了几十日 一百日 然后我再飞两转回香港 去外国旅行 到欧洲 又没了一段 你知不知道 这180日 在每年12个月之前 180 我就算说这句话 都已经confused 这句话还要中间相带很多 连锁关系 或者计数 你哪有人懂得计算 我出入境之后 有什么 前365天 总共也不可以有180日 很难计算 所以唯有 上网搜 我都搜不到资料 因为没有一个calculator 可以帮你计算 唯有就是因为 大家去support 我的channel 亦都那么多人去用我的service 所以我就做一个platform 专帮大家去计算 怎样去做180日的计算 因为你第一年就容易 第二年第三年有些怎样搞 你会之后乱了 行不行 那外面 你找一些excel 你都可以试下找 但找完我都找过了 我试完的excel website 网站 全部都帮不了 所以 唯有没办法 就是因为我们5加1 我们大家香港人要用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提供这个service 所以 当你开启的话 应该大概一个月内 那你大家就可以subscribe 去用这个service 这样的了 或者你去网站 去网站 之前如果你已经登记过 头50名 我就说了会给你免费去用 这样的 所以 稍后你会收到电邮 那 当你准备的话 我会传电邮给你 告诉你 怎样去用这个platform 还有你是patreon会员的话 去到第四个月 我之后都会release 连结给你们 可以用得到这个platform 这样的了 好了 回来 还有就是Live in the UK test 没有人知道将来 改了内容之后 究竟是难了 还是容易了 但很明显 因为他们之前 政府就说 现在的内容太浅 简直是 一个joke 所以 未来会revised content 合理的想法就是说 以前太浅 未来revised content 即是未来会深 这个真是推理都能推理到 所以 我建议 尽快可以考这个事 考完有机会 也有多少percent 我也不知道 因为 就算你问 律师 其实律师答不了你 究竟 未来 转了制 会不会你 舊考的Live in the UK test 是会不计数 没有人答得到 但是 如果看回这些细节 亦都好像很合理 可以沿用 如果你早考pass 的话 所以 我就建议大家去考 因为anyway 现在考都不是贵 而且现在考的内容 算是比较 相对 容易 所以早点考 安心一样 到你真是最 最弱的 要考一次 你都 烂船 三分钉 你都已经 读了 所以你再加东西 就容易 很多 所以 这就是有 content 现在放在master class上 你可以免费得到 行不行 好 继续 继续 我们有5加1的时间 因为其实 很复杂 所以我把它放在图上 这些图 还有一件事要留意 我们在说 申请ILR 第五年的时候 你记得 前两年 是不能上法庭 上法庭其实有很多原因 可能就是说 我都没有事没有过 为什么无端上法庭 上法庭可以有很多 reason 包括就是说 你收到一张ticket 你就说 我都没有超速 我是不信 我现在要 反对你这张ticket 那你就上cord 上cord你赢了 很威力 但赢了你也有 record 上了cord 根据ILR 只要你上了cord 你在那两年 是不能申请ILR 所以这就是其中的小tips 要告诉你 还有下边的税务年度 就是个个都confused 究竟你什么时候来 什么时候resident 跟着哪一年要交 哪一年的东西 还有 我来的时候 究竟我前半个月 要不要交 我来了才交 还是怎样 其实个个都不知道 你认真起说 有谁知道 如果你问一下 大部分人 你说 其实现在这个情况 我应该要报税 我可以说 其实有99.9% 都是不知道 究竟实际是应该 什么时候 要报税 以及怎样开始 所以为什么我说 刚才你早点去那里 申请了account 你开始 进入data 然后你问那边问题 他就会告诉你 关于 怎样split year的情况 又或者你来到之后 你去到遇到某些 问题 你说 譬如那些钱 你入了境之后 才收到 还是之前收到 你就在patreon再问一问我 那我就试试 逐步逐步 跟你解答 没有可能一次过 整个portfolio 和你全看 因为太复杂 每个人都不同 所以要慢慢认清 所有这些 如果不清楚 你可以看我其他片 都有讲 关于税务的资料 好了 再去 就是说 有其他 这些 record 到底你入籍前 入籍后 拿了这个永居之后 又会怎样 那这些小资讯 就放在那里 我会继续update 好了 去到 第一部分 金融市场的变化 大家 现在放了那么多钱 现在我们在香港也好 在英国也好 究竟那些钱 怎样放 而且明明很安全 难道你放在家 你也听到 你可能在群组 你也知道 原来有爆洩 这件事 如果它爆入你家 它就跟你 拿了贵重物品 拿了你的现金 所以没有人放现金 在家 你不放在家 唯有放在哪里 就放在银行 你放在银行 谁都知道银行可靠 但问题就是 问题就是 现在 我们的金融市场 其实一直有变化 一直有变化 以前就是 零八雷曼 那些accelerator 跟我们 好像没有什么 直接关系 那些是 很有钱的人 才会玩的 那些东西 说得明accelerate 一说一听 就明白 将你的钱高速地 增长 但问题就是 它爆了煲 其实这些 金融的爆煲 不是说一次半次 是一直有发生的 你刚刚最熟的 就是说 瑞讯这件事情 瑞讯 其实大家 说才知道 但是瑞讯其实有什么影响 影响大部分的人 在哪一部分 你可能想 现在的现金 在恒新银行 在汇丰银行 其实不用怕 但是其实 汇丰恒新 会不会因为 它而受牵连 又或者这些钱 你不要说 恒新汇丰 这些那么大 的公司 你当然是大部分 你都不会害怕 但是如果你想想 你这些 放在其他 金融机构 投资的钱 又会怎样 有会员也问我 他现在 做一个 交易 交易 很简单 如果你用100万 100万港币 转到 英镑 你有不同途径 去转 你知不知 你找一个 最好的途径 跟一个银行的途径 一比较 可以100万 欠大概 三万多四万港币 你已经计算 买又买出价 那么你这么大的 不同的话 你当然会 高一点的 risk 去了另外一个 path 去换取 港币 变成英镑 然后换多一点 再退出 但是 你有没有试过 你知不知 你的银行体系 有时 因为你未交齐文件 所以 链住了 你的钱 在币 币 币 写着pending 有时 会遇过这些情况 在英国 尤其是 洗黑钱的情况 那么严重 所以有时 币开了 你入了钱 但是 他可能 币着 那边又拿不回 那边又退不走 币到 直到 你的文件 齐给他 你的钱 才放出来 给你用 所以 大家要留意 其实 金融 大家都在 不停 进步 但进步 大家的钱 你不要以为 百分百安全 你始终都要有 认识 导致钱 应该怎么分配 好了 其实我说 变化 有一个叫ftx 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 之前有个年轻人 Sam 他很厉害 他以前 有很多的视频 不是说YouTube 是说雜誌 Forbes 或者是 BBC 或者任何 大型的视频 或频道 都有说 这个年轻人 怎样可以 怎样一个普通人 中间找到 Aperture 可以中间 买入买出价 慢慢起家 又去香港 开office 在香港开office 认识到不同的人 又去其他country 越增加越大 到最后 Exchange 开了之后 叫ftx 他的标榜是 一个年轻人 他愿意 给钱 给其他人 他希望 帮到其他人 一起去 赚钱 这个概念 Sam 他一直都做得很好 所以 他开车 很普通 很落地的车 他开一部 Toyota 很正的 Toyota 当然有美丽车 但他开一部 是非常普通的Toyota 所以他一直 形象是非常健康的 但是 为什么 一个这么健康的企业 可以大得怎么样 突然有一天 因为 资金 Statement 被人看到 然后 爆大 时 越说越大 原来发现有很多 Cash 被人 退出 去做了其他的 东西 包括你上网 看就知道 这个年轻人 原来在 当地 即是在 他那个地方 买了 投资了 大概几十个 Real Estate 然后加上 大概有 几百个 Million USDollar 投资 他父母 也有份 用他们的名字 去买 房子 所以 这件事 是很 crazy 所以 整个ftx 现在倒下了 这件事就是 在2022年11月 可能大家没有留意 因为这些 是跟 加密货币 有关系 你不要想着 加密货币 就好像 这些高风险的东西 遇到了 高风险还高风险 现在有很多人说 普通的银行 都不可靠 不如将它换入加密货币 我们经常说 你要知道 交易是什么 加密货币 只是交易所 交易所就是 你把钱放进去 放进去做 卖 没理由 卖完又 拿出来 下下 未卖完 全年都卖 所以有些人 放了一百万 五百万 一千万 在做卖 那些人按两下 一买一卖 每天都赚 一万多两万 所以 在这些情况 他们就有 交易 让你暂时 把钱放进去 然后让你做卖 其实他不是一个银行 所以他做这个交易 那些人就放进去 交易 到最后有事 钱就什么都没了 是吧 他交易是交易数字 上面给你一些数字 因为人们放钱进去 很少就拿出来 所以这个是交易的其中一个例子 在2022年 就失败了 好了 其实 牵涉到还有什么 很多BINANCE 或者是 人们 识得多了 将 可能 虽然 把虽然 把虽然 放进去 USDT USDT 原本是美金 back by 美金 一对一 的加密货币 意思是 概念上 很安全 意思是 如果 这个USDT 有 100万 他就会有 100万的美金 就会在 银行 现在 牵涉到一些 这些人是有些 Unknown 就是说你在3月 刚刚的3月 我们讲的 Silicon Valley Bank 即SVB 他就是说SVB 因为有财政问题 又是说 利益不够快 就是因为 政府有的 Policy 发生了 所以 Overnight 唯有 逼着 卖了资产 如果资产 是到期的话 他不需要输 但他等都等不到 唯有在到期日 他就要 卖了 所以 它是 損失了 大笔的资金 因为那些人害怕 放在银行 最怕是什么 最怕是没有信心 你没有信心的话 那些人怎样 就去提款 你知不知道银行 如果我有100亿 在里面 你猜他会不会 真的有100亿 放在银行 让你随时 去withdraw 那当然 不可能 因为他们有 multiply effect 目的就是 不定借钱出去 借钱出去 有钱再借出去 然后钱再借出去 这就是 Econ所的multiply effect 导致经济 越来越大 都是靠银行的方法 所以它是没有足够的现金 给人去提款 这个情况 所以Sitical Valley Bank 就坏了 还有很多 Venture Capital的公司 即是一些 创投公司 放了很多的钱 在他们的资金 因为他们 直谷那里 每个都用它 几十年了 已经 都听惯 等于 如果你去直谷开公司 你难道你去直谷开公司 去开汇丰银行 你都知道汇丰银行 开一间公司的 币 很困难 因为它有很多 审查的也未必批 所以一定是选择一些方便 快速的方法 就等于FVB 因为你做高科技 正好 一来到转头开到币 有Apps 可以随时赚钱 出粮 多方便 但是 它要 跌倒起来 银行 都一样 可以跌倒 你看到 汇丰出手 帮手 汇丰在英国 那边 用一磅 买了 他的资产 亦都等于接手了 当然 这个接手 整件事 和你这个时刻 没什么直接关系 但是 因为SVB 也有其他银行 相继继续 给人提款 所以 钱都搬到 大的银行 而 小的银行 很危险 他们现在继续 在营运 很困难 他们现在 都未够 未够 去到 刚刚三月 新鲜热辣 大家都知道 Credit Suits 瑞信 本身是 Private Bank Private Bank 意思就是 只要你有100万美金 在银行 你定期 有一个minimum 的saving 跟着 你亦都 invest 一个certain amount 一定期 要有 数量 你就可以 开 币 给他们 一班专业的人 和你 做投资 不要以为 大家没有份 这个case Credit Suits 其实在香港 如果有钱 一批 很多时候 都会跟他有关系 为什么 你会 是 status 你有钱 你找他们 投资 就等于 你的身份 不同了 亦都证明了 你有财富 所以 很多有钱人 都会用 他们的service 现在 他们 在global上 出了问题 UBS 跟他 合併了 现在一直在搞 所以 只是说一些基本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 来龙去物 或者背后 牵涉多少 什么是at1 at1的161 瑞士法郎 现在要 当是没有发生过 这个at1 是 银行之间 第一个level 的capital 来做运作 那些钱 如果是这样 可以当没有 撇涨了 的话 那怎么样 是不是银行 原来这么简单 说可以撇就撇 是不是真是撇 现在 好像人似的 说撇就撇 但问题就是 我们 那么相信的 银行体系 不论你是大间 小间 private bank 帮人专 做这个wealth management 又或者去到 exchange 全球 重要的 五大 FTX 他们是相计 2022年 23年 不停的 出问题 你说的倒闭都不出奇 因为他跟倒闭 已经很接近 所以 究竟 你现在在英国 和香港的 资产 应该 怎样安排 应该怎样分配 我们 一直继续 了解一下 但是了解 了解 当然 我们要知道 钱怎样调动 但是 第二方面 就是 究竟我们 现在的资产 譬如很简单 你有很多人来到英国 其实你未必立刻买楼 因为你未必知道自己住在哪 所以就选择 现金暂时 放在银行 但是放在银行 大家提一提 任何电话 Email 去说想你付钱 原因因为你的小朋友也好 你爸妈也好 你的大哥 弟弟也好 有什么事都说要快点转三四万 你不要想着很快 快点按键 又传过去才算 所有东西 你真真正正要了解清楚 才好发生 关于任何的 钱银的交易 行不行 你有现金 你想去帮 做家人 也好 其实你一定要知道 那件事是真 你才是真正可以 帮得到 好吗 所以大家要小心 实际上太多的骗案 在这个 亚洲区 有些地方 你都知道管不了 那些是整个 整个区域 有一班人在里面 不停 professional 一天坐着 十几二十小时 对着电脑 去拿你的钱 所以 真的要大家要小心 但是你的资产 其实我们来到英国 和香港很不同 香港没有capital gain tax 所以我们来到英国 之后有很多的钱 会某某然 我们要去申报交税 但是 但是我们说申报交税 是make sense OK的 因为本身英国 都是用这个制度 很多年 不是因为我们 5加1 特意要我们去交 还有交呢 你知道我们交了 net profit 出来 就是我们 赚了收益的percentage 所以我买楼 我买了1500万 他不是1500万 不是这样 他真的你赚了 譬如你赚了300万 在300万里面 抽几十个percent 只不过你那几十个percent 都很肉痛 所以我们要预早知道 究竟你的资产 如果你赚了 究竟怎样可以 尽量避免 不用交到这个税 有时不是说不交 你是交 只不过原来 你是因为day time 错了 导致你 无端端要交多了 你不值 譬如如 父母遗产税 父母遗产 当然 父母的资产 你现在给你的 any time 给你 都可以 只要父母在7年里面 他们仍然健康 健康 没有任何情况 其实那些钱会慢慢 一直 是proportion 去减 不需要交税项 所以 你在7年内 收到的钱 是没问题 所以 我们在第4部分 有些会员问 那些案子是说 他爸爸有些钱 是会准备给他 但是现在又好像 应不应该给 还是迟些才给呢 之后会再跟你做 case study 告诉你 怎样安排 但是 at least你要知道 遗产税就是说 你应该早 还是迟 可以吗 早的意思 不是你控制 家人的健康情况 是说 如果有不资金 譬如anyway 妈妈都是给你的 其实你应该早点 先拿 还是迟些 应该先拿 好视乎 究竟你 中间会不会有 任何的投资 举动 所以 这里 我们建议 如果你是 保持有投资 那一笔资产 的话 你最好 不要拿父母的钱 让他继续去投资 投到他自己开心心 然后觉得 不是啦 我都是给你 然后你又觉得 你觉得ok 想keep 那你到时 拿了他 才放在银行 所以大家要留意 有这个 父母遗产税 亦都是等于 你的钱 怎样给小朋友 你亦都要安排 那些钱 安排给小朋友 其实你应该要 早点给他 早点给他 如果小朋友 被人骗了 那不就大件事 所以你就要控制着 究竟笔资 什么时候才为之过给他们 什么时候就没过 等于你好像有层楼 如果父母有什么 幸运的话 其实都是 小朋友 即是takeover 如果他takeover 即是inherit 的话 其实他也要交税 才可以取得到 所以中间会牵涉 很多问题 所以大家要留意 关于遗产税 第二 就是非自住物业 非自住 等于你是 投资物业 我们就当他 又或者你买了 明明以前是自住的 但我买了新的单位之后 我没住进去 那个就单位丢空了 那些都是非自住物业 那些非自住物业 如果你是出售 有这个收益 如果你进来英国之后 那些钱才到 你是需要交税 所以 再说一次 非自住物业 你最好就是 买了它 然后在香港收了钱 才好进来英国 你不要想一些复杂的情况 令到自己 更加复杂 就是说 不如我拿着这个 特区护照 进来英国 搞了些基本事先 然后我回香港 之后再过两个月 用BNO护照再进来 那我就用BNO护照才计 你不要太complicate自己 因为如果你那件事 不是必须要进来英国 你为什么要将这件事 搞到这么复杂 英国home office 如果他说要计 你第一次进来 已经是的话 那你是不是大件事 所以有些事你真的要很小心 我们在说 我已经电话 和home office confirm过 如果是非自住物业 你最好 收了钱 是说收了钱 才好进来英国 如果不是 根据home office 当时我和他的电话 沟通的话 他在说 你进来 钱才到 就绝对 不可以 你是会要收税 行不行 所以这个要非常小心 好了 去到自住物业 自住物业 同一样 你上网搜不到任何资料 是说 卖了你的单位之后的钱 到了 9个月前 还是9个月后 谁人都知道有9个月的宽限期 但这9个月 我们就预计了 收了钱 所以 你知成交 都要两个多月 在香港 所以你最好 5个月左右 你真是 放了 放了它之后 你还要搞了手续 等时间 到最后 大家收了房 结束了 结束了 到最后 银行钱 收了 你都同样 是要 within 9个月 这个就是那个 timing 那个问题 好不好 如果你搞到 10个月 11个月 才收到钱 这个 到时又要搞一轮 你不知道 风险是否在 9个月是 deadline 之后收钱 又不算 到你去问 Home Office Home Office 就说 可能真的不算 不算 你真是有段 害怕 所以 以9个月 deadline 9个月 收了钱 Crypto Crypto currency 即是那些 加密货币 加密货币 有很多人都有 这样说 其实就是 你的货币 你不喜欢 转来转去 你不开一个wallet 又转过去 那个wallet 又转过去 然后又转回 exchange 又转回出来 你转来转去 其实政府哪知道 哪会追到 你不要以为政府不知道 政府其实 这些转型很普通 它可以 Based on 一个address 可以trace 究竟你的 Coin 走过去哪里 你当然 他不会 默默然有空 搞你的币 很多时候 就是说 你给人家开了档案 给税局 然后他要你和你申报 你有没有 有没有 你大家填过 他的税 填过他的 帖子都知道 他的帖子 每一样东西都问得 你很清清楚 究竟你有没有 有没有 还有 Crypto currency 已经整个网站 说得清楚 在政府的网站 已经说了 你怎样交税 所以 其实你要申报 你只要 一卖出 你的Crypto 而它是有所收益 即是有所得益 你的收益 里面 你就要把 这个percentage 就要交税项 所以这个Crypto 要小心 不要打算调来调去 就没人知道 好吗 很多年轻人 你们都有玩 这一样东西 可能就是说 你自己有多少 帖子 你都要查清楚 然后你自己做 Statement 记得 买入价 大概是多少 但是你现在 现在搞 你都还要有得搞 迟些才搞 你可能 更难追得回 然后 去到非ISA投资账户 非ISA投资账户 如果你有股票买卖 譬如有些基金 或者 任何投资项目 你知道在IB上有很多东西 你做任何的利益 你都要申报 申报不是每一条transaction 是讲一个lum sum 你在那个年度 up to那一天 你真是 卖了的货 赚的钱 你就要 入一个总数 所以你在这个system 刚才说的 那个accounting system 你进去 他就会告诉你 那里的税项 牵涉了多少 而ISA的账户 为什么我经常都建议你 尽快开 因为在说ISA的账户 你可以每年 放2万磅 然后你投资 赚回来的钱 一元都不用交税 而且你不需要申报 令到这件事 非常之简单 当然 它有限制 没有那么多 衍生工具 给你玩 但是 如果你要做下 基本投资买卖 譬如股票 美股 其实它绝对做得到 好吗 所以 IB的ISA 或者银行的ISA 你大家都可以开 好了 但是 去到这个位置 我都要停一停 停一停 就是说 你讲的IB IB 大家都知道 它很稳 因为大家跟你说 朋友有投资 你家人有投资 你自己都玩了几年 才拿到这个account 一直都很安心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任何的投资机构都有风险 如果你放了400万 在投资 如果你发现有些钱 其实你不是整天 投那么大的话 你应该撥走 不要把 钱 放那么多 在交易 我建议 你放在 大的银行 行不行 你真是投资 那笔 你便放在那些地方 你便不断去 做 trade 做 trade 真的有需要 你便撥钱 做 trade 但是如果你发现 其实你想移走 就尽快走 所以你有一些东西 要小心一点 好不好 尽量要懂得 现金 如何保护 钱不要乱摆 好了 去到银行的利息收益 银行的利息是你的income 这个大家不要confuse 这个income 是可以 和你的 个人免税额 去对减 所以 银行的收益 有些人说 我收到 大概 一两万的 银行利息 一两万的话 慘了 无端又要交税 但是它是因为你的income 所以你的income 亦都有大概 十几万的港币 可以 做回平衡 去对行 所以你也不等于 一定要交税 但是最重要 你一定要申报 因为申报是我们的责任 行不行 所以你用那些system 你入定下去 早点入 然后问高simple test 那些人 问他 这样入得对不对 他会早点回答你 好了 任何的贵重物品 亦都是 贵重物品 如果你卖出了 的话 其实他亦都要收税 亦都要申报 除了一些手标 其实 他就不需要收税 所以很多人 买一些名牌 标 做这个investment 但是这里 不说太多了 但at least 要知道 这些全部 你的资产 全部和 timing 很有关系 尤其是我们 入境 行不行 如果你入境之后 究竟你是怎样去做 做法呢 有些人就说 层楼因为利益率低 不是说你卖就卖 有些人就说 资产 反正都是 我想增值 那我就买层楼 慢慢增值 你买香港的楼 买英国的楼 这是其中一个 方法 你尝试 等它慢慢增值 又或者你 你喜欢买股票 那你就买股票 做投资 行不行 所以 很多方法 你是可以做到 你将自己的资产 增值 但是你一定要计算 这条数 才可以 避免你交一个 高的税 其实全部和 timing 都有些关系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 情况 如果你自己 都不是很 肯定的话 你可以加入 Patreon 在那里 也可以 私人 问我 你千万不要 把私人的资料 放在公开 留言 对话 你知道YouTube 可以随便 留言 太过私人的资料 就不要放在那里 今天就讲了 情况 关于 经济 为什么金融机构 我们现在 风险都高 那我们的钱 究竟怎么放 我们就在下一条 影片 就会再跟大家讲 也都讲一讲 我究竟我香港的情况 和我在英国的情况 公司 和个人 我的情况 大概是怎么放 也都会跟大家分享 然后去到再后一点 下一条片的后半 也都会有一些 Case Study 讲究竟 在我们Patreon会员 他们有些情况 资金 究竟调动是怎样 亦都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所以这条片是这么多 下条片再见 是这么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